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开始之前 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 警示快讯 场里来了只香章子 民警送回山林子 就把他自个儿就走了 被放走的这只 像鹿一样的小动物 俗称香章子 学名叫袁舍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一个小时前 当地村民发现 他卡在了某场区的 水泥围栏中 进退不得 村民知道这是国家保护动物 于是便向本心市 还人满足自治县公安局 雅和派出所求助 民警赶来后 想办法把他救了出来 并帮他处理好了伤口 民警们处理完他的伤口后 发现这只香章子 只是受到了些惊吓 身体并无大碍 于是就找来绳子 捆绑好了他的前腿后 运送到了山脚下 将其放回到了山中 接下来 看看观众们关心的 相关法律问题都有哪些 沈女士问 我家孩子八周岁了 请问孩子的民事行为能力 是怎样的 律师回答 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二十条规定 不满八成岁的未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尤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 如果您有实际合同 房产 债权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